我们是基督教看新闻的频道 我们看到你最近在美国访问了很多的美国的议员 向他们讲述了香港现在的现状 然后我听到你有特别的讲到说要灭共 那我们在美国的很多的基督徒呢 基本上是不大参与政治的 教会里面他们的这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是属上帝的人不是属世界的人 你觉得这个教会的人他不参与政治这个观点 是否合适或者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我觉得今天美国是一个非常美好完美的国家 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为什么这么好的国家没有掉在中国大陆上 要掉在这里 这个就是人为出来的 美国的建国的 就是美国的国父 他们一代一代把他们的法律不断的完整 而且还要为美国牺牲去打仗 在欧洲也好 在亚洲也好打仗 都是换回来的 用性命 用信仰 用牺牲换回来的 这个要代价的 不可以说一下子我不参与 你不参与 你没有贡献 你单是靠享受这里的 这个不合理 有的人更说 他反对人家参与政治 这个就更错 可以啊 你到大陆去住 你为什么不在大陆住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 人家付出 牺牲了不少的代价 造成今天安全 玩这么好的国家 你一句话就把它否定掉 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 好的 谢谢 那你讲的这个现象 你说这个基督徒应该出来参与这个政治 你的观念 那这个在圣经上有没有什么根据呢 犹太人从有圣经开始 一直下来 圣经里面已经说了很多 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的事情 哪一句话说不用许参加的 没有这个 没有政治 没有一个国家里边 政治就是里边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就等于是没有国家 没有政治就等于没有国家 我们看见香港的年轻人敢于上街去抗争 争取他们的自由 那我就看到说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是没有人敢去反抗的 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香港的年轻人 他们是有信仰的关系呢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生死可以置之度外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 如果死了 他们也会去上帝那里去 他们是在做一个公益政治的事情 这两个地方的不同在不在于这个有信仰 香港呢 为什么这批小孩子站出来 而大陆没有站出来 第一 香港人有自由 他们教育也有自由 第二 他们有宗教的自由 这两个自由很重要 所以香港很多教会学校 我们都是教会学校里面长大的 不管你就是崇拜到哪一个程度 但是这个我们心里面知道有上帝 知道什么是教义是什么 什么叫爱 什么叫不对的 什么是罪悟 但是中国大陆是一个无神的世界 所以我跟你说 我前两天跟美国一个 也不是美国很有地位的 世界银行的 上面差不多第二把手吧 我跟他讲他是有宗教的 我说你没有办法跟共产党谈判 一个有宗教的人 跟一个没宗教无神论的人谈判 你没法谈的 他永远谈得过你 为什么呢 他撒谎什么 没有所谓的 你有宗教的人怎么可以撒谎啊 不可以乱讲有底线呢 他们没有的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 我跟你说 这个是美国现在最大的危机 就是他以为全世界的人 都是用这套道德伦理来做人的 共产党不是他们无神论 他们没有道德 没有法律 没有伦理 所以你跟他谈判 就不是这样谈的 你就是要怎么样把它消灭掉 这种没有什么好谈 就是要消灭掉 你不消灭掉他 他消灭你 你看看 你们讲一句公道话 在天理上 应该是美国消灭中国 还是应该中国消灭美国 中共啊 我想把中国 中国人 不会去消灭美国的 我们跟美国是 真的是兄弟一样 但是中共跟美国就是过不去 他要把美国消灭掉 为什么呢 美国这套自由宗教太强了 那么如果中共不把他们消灭掉 美国这套基本上这套文化 已经全部传不到全世界了 多多少少 就算日本这种国家 都受到美国的大影响 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中共知道这套东西呢 现在正在经过香港也好 经过台湾 正在进入大陆 所以他要消灭掉美国 不然的话他这套顶不住了 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两个大文化的 不可以共存 不能共存 所以我这次来美国 就是警告他们 你这样拖拖拉拉 什么说人家有打你 你在反应的话 这个你肯定将来给人家消灭掉 死掉十几万人 还装可能是天然的 我们没有证据 死掉十几万人 加拿来死掉二十万人 还没有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 还在这样拖拖拉拉 人家可以第二次来攻击你 你说第一次可能是露出来的 第二次可以是人为的 你用什么 你什么来防御 什么来保护 保护老百姓 这个问题大了 这个国家太和平了 太和平了 就是思维太和平了 你要有战争的数位 对他们就要有战争的数位 不可以用什么宗教啊 伦理啊 这套东西放一放 你要明白他们是在想什么 好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大肠 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好像跟宗教没有太大关系 那你出来说这个要灭掉这个邪恶的这个中共 是不是因为你在香港个人的财产受到这个人家的抢夺 共中共的抢夺 或者是你家庭受到他们的迫害了呢 我父亲就三番五番之后啊 家庭给他们抢掉之后就跑到香港去了 那么之后呢 我母亲的五六年 她是耶和华建政会的 在上海 就关了二十年的劳改 二十年的劳改 那么我们孩子啊 我们两个大 我跟我姐姐先到香港去 两个妹妹就以后就没有机会读大学了 因为这个黑分子了 以前叫做黑分子了 那么基本上我的家庭啊 我父母亲的家庭包括我 就是给她破坏的 那么很多人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不是一家啊 过千万的家庭给她破坏了 有的人说哎呀到了美国就算了 我以后就不回去了 我们以后就不能 但是我觉得应该跟我们的孩子讲 很痛苦的 还是要讲 明白共产党是敌人 因为我们讲的少 所以美国人没有当他们是敌人 以为他们是普通人 这批不是普通人 他们是讲难天一点 他们谋杀 他们就是凶手 你看看这个七十一年之内 他们杀了多少人 害了多少人 强迫了多少人自杀 这个数字搭得惊人的 过一的 还有小孩子 没有长出来 这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堕胎 强迫堕胎 几一人 几都市生命 都是生命 强迫堕胎 不是自愿堕胎 两回事 自愿的我也想说不清 对还是不对 但是你强迫堕胎 就是无伤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想问我 你自己个人的信仰 你有什么样的信仰 我的学校 我从小 我小学中学 都是教会学校 香港很多是圣公会的 也有天主教 不过我是圣公会的 那么我中学都在 香港最大教堂 香港圣公会最大的教堂 叫做圣岳师座堂 就Cathedra 我是参加师班的 后来我还装了师班的头 那么非常对宗教很懂 但是我不是这么虔诚的教徒 这个我有机会就到教堂去 而且我相信有什么 我相信有什么 那么国家的宗教要自由 你孩子相信 但是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比人还要高的 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 对这个华人的基督徒讲呢 我对美国所有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尊重 因为第一 美国有宗教自由 那么我觉得呢 我觉得对华人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感激 美国给我们这个自由 来信仰 有信仰自由 所以呢 我们应该回报 报答美国给我们这个自由 不同的形式我也说不清 你们不要忘记 美国给了我们这个自由 好的 谢谢袁先生 谢谢 很多朋友今天早上知道